字幕提供 喂喂,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18日 哇,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但是呢,啊就不深爱Telegram 说Cut就Cut,是不是? 都不是说Cut就Cut的啊,在商讨着 私隐、专员、公署就是这样去运用的了 大家终于见识得到 就是共产党安排每一个角色 都是有它的用途 我们讲用途的 马基为利主义 总之要用得到 既然Telegram不能够为它所用的时候 而它的技术上 这点呢 施永恒又要拿出来打屁股 就是为什么技术上未能够做得到呢 但是它就是技术上未能够做得到 叫它整个二维码都这么黑暗的时候 你叫它有这个处理动态IP的能力 就更加不用说了 它只会跟你说What is this 但是它们一直都很关心这件事 你看啊 蒋若驊在这个法庭文件里面 用了一些洞洞交叉交叉 大家就知道了 而那些东西在审死官的情节里面 曾经试过哦 粉大人 草民杨秀珍 交叉大人你的洞 等等 啊 杨秀珍的洞 代表些什么 问安啊大人 那事实上 设立了这个钟丽玲的私隱专员公署之后呢 他们期望了一下 意欲了一下 不过呢 这些都只不过是奢望 就想自己那些个人的资料 就 就是恶不欲人见了嘛 乃是真恶 就希望掩住了自己的家爷仔啦 各样的讯息那样 尤其是你知不知道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而RICH呢 又经常都继续发生着的 就是他们呢 例如谭耀宗的儿子在哪里读书呀 这个We and Us的儿子又在哪里读书呀 那个关家荣呀 那两个得望的女孩呀 都不要叫女孩啦 魔女 啊 在哪里读书呀 那你说 哦 香港这里总共有几多单 去正在调查的个案呢 就牵涉到842单 那当中 真是破获的案件呢 6单 6单那么大把 而还有66单呢 就在那里调查着 那你说他会调查一些本地的个案啦 还是外地的个案呢 当然就只有本地的个案 他们调查得到啦 一见到外地的IP呀 各样基本上呢 他们都举手投降的啦 不做的啦 除非你又将人家整个软件呀 各样那些下架的而已 立法会辩论的时候呀 有个议员啦 那些五刚十式啦 我说真的不懂啦 五刚十式就是五色 不懂 这位叫林新强哦 你懂不懂他呀 我不懂 那话说过去呢 就认为私隐公署是蒙牙老虎 错啦 你不应该用过去式 未来都是 可以用上未来式 过去现在未来 不过现时呢 有法案好像好些 他心理上觉得好些啦 这些叫安慰制效应 placeable effect 而事实上 他们所谓的那些议员呀 那些保安局呀 各样 那些职员呢 只要去日有些什么同袍各样 看不过眼 那有两类啦 第一类就是呀 绝对是大意想言的 明知道呢 这些人是不对的啦 不正确的啦 所以呢 就将他们那些讯息呀 那当然啦 要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 我不主张每一个人呢 在一个有风险的情况下 做这回事的哈 因为一定要是保障 所有听众的安全先的 那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呢 就会去VPN都不安全的 你又真是 我觉得呢 去到人在外地那样 真是安全啦 那在外地的时候呀 就使用外国的一些 媒介啦 你不要说什么媒介啦 我们不讲这些媒介 不是被它破获 是吧 那传来传去的资讯 那然后总有一些外国的伺服器里面呢 就传有他们的信息 但其实他们无用惊怕 因为本地的市民呢 就已经不查阅他们那些信息的啦 他们那些信息呢 即是甚至乎啊 有个喜讯给他们的 即是他们封禁了这个 在那个Telegram之后 他们说要封的嘛 又这么说 我都不主张香港这里呢 将他们那些信息传来传去的 为什么呀 你真正有效力的 是将他们所有的私人呀 各样的信息呢 就传给外国那些议员 即是例如美国里面那些议员 英国里面那些议员 五眼联盟里面那些议员 就传阅给他们去观看 知道这个和那个是什么关系 有了整个关系网连了出来 这条呢就叫做 穿倒方子链 穿倒方链 那等外国啊 当议定那个名单 例如那些国安法官啊 各样的时候呢 包括他们的家爷仔啦 那就可以有一个参考性 但是在香港那里传阅 就不是很好啦 为什么呀 看那个又不安全 传那个又不安全哦 那你说冒险啊 把一些讯息啊 以USB的方式寄去一些 妥善的机关里面 可以不可以呢 扣过自己的一些媒介人 诶 又可以哦 寄着手指出去是不是 那就有了那些档案 那就万无一失了 时至今天竟然啊 是实体啊 就更加安全 SD卡都可以的 那怎样啊 封禁了不准寄电子零件 他自己都要寄电子零件啦 就好像钟建华博士一样而已嘛 他离开那时候啊 就已经带走了所有的资料的啦 那这方走得掉那帮人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下他对telegram方面呢 就有些什么措施 但是我又猜不到哦 影响原来十几万香港用户的吗 我不觉得是咯 一个telegram 他觉得是十几万吗 你见到 在UK英国港人group里面 都已经成万几二万人的了哦 那还有那么多的telegram的group 怎么会是 只是影响十几万香港用户啊 就绝对是 是低估了这个影响力 那当然他是要低估这件事啦 我甚至乎是 觉得他们呢 就不想外国那些美好的讯息 周围讲闹 那所以啊 才出此下策我们叫 那不过他这里呢 台湾的用户注意啦 那话说 很多 他称之为违规的讯息呢 很多都是来自台湾用户的 你信不信 我是不相信的 为什么啊 因为 怎会只有台湾呢 我只是觉得呢 他们请了那些人 只是懂得看中文 所以不是说 大部分来自台湾咯 其实美国英国欧洲各地啊 澳洲那样 都有很多这些信息的 如果不是 谭耀宗的儿子在哪里读书 大家怎会知道呢 是不是 有人说自己外国哦 送儿子去外国读书 外国还是外国啊 是不是说错名啊 不过这个也不排除啊 只不过是向 telegram的公司施压 因为讲到呢 如果telegram公司短期内 不妥善的回应的话呢 删除那些违规的信息的话呢 那就会发放这个禁令 删除啊在下载平台那里 删除了telegram这个应用程式 啊 反章你一军啊 他就说 去到今时今日这样的局面 你要想下哪个造成 他造成啊 干嘛他的能力啊 竟然是连一个平台都处理不好 要搞到这么牵延大波 还有他以为这样就解决了的了吗 他们那些信息依旧啊 啊 他们最怕那样东西仍然是会继续发生 就是不停地 会去到英国下议院那里辩论 那这班人啊 何君尧啊 博士学位啊 井若华啊 啊 这个贪恶一家人啊 港铁公司经理啊 什么港铁 所以查实他这样做呢 搞到这么牵延大波啊 最主要都是为了取悦自己的老板 让他不觉不觉 真是有做事的啊 你看下 这么大单 够了吧 还有那些议员最害怕啊 所以一定要他做这些事情的 就是这样的 那telegram的总公司啊 你就问他拿啊 一个就在英国的维珍岛那里 这个是他的legal domicile 另一个就在杜拜那里的 是个运作的中心 运营中心 operational center 你就飞去杜拜啦 啊 飞去维珍啦 别人理不理他呢 就很难说了 因为话说别人的co啊 那个财富呢 在2021年 2022年是大幅攀升的 哇 今年才37岁 多厉害 还有 有一就必有二了 因为你猜只有telegram吗 不要玩啊 只不过telegram的保密功夫 就做得更加足 你没有的咯 Google啊 Email啊 YouTube啊 Signal啊 Whatsapp啊 每一个都是独担大旗的 这些叫裸理资料三千 是禁知不绝可以跟你说 除非什么啊 不如这样啦 他又邀请上面那些捉场小队 啊 捉起一个又一个的围场 万里长城嘛 那就围住自己 啊 这样就安全了 否则的时候呢 你搞那么多东西来 只有搞字的 不过不要紧 人工是照待的 大家 那有些人就在那担心啦 喂 会不会连网络啊 都会封起来的 喏 不要这么想 啊 为什么不要这么想啊 就是对我都有影响啊 大家不知道听得多久 但是天下无不散之言直啊 如果他真是 去到那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放长双眼看看咯 啊 就不会理他的咯 只会变本 啊 就加例的咯 帮手啊 我们直接是加把劲这样做就真 你那些关家荣 啊 謝氏 謝震忠 好心啦 你不说啊 人家都不想着拿出来 哎 那笑几句 你一说的时候呢 你就做咯 看下怎么 喂 大部分人都是抱这样的心态的 我说不相信啦 哎 就是等同那些老前辈在这说 我听到这个台湾 啊 子弟部队出兵 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等到雨化升仙了 只有我的灵魂还在 真是信啊 真是信啊 信他有牙 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等到 感谢观看